我们在继续讨论最重要的教育 我们先进行走走 天不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给我们这个新的日子 给我们你的话语 给我们这些文件 你所兴起的神学家 为了用系统的方式写下来 你的话语所清楚的教导我们的 我们恳请你教导我们光照 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所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感谢大王奉考主耶稣基督民 阿们 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讨论 药理问答的第16题 我们还在继续讨论 罪恶 第14题 所问的问题就是罪是什么 第45题 始祖犯了什么罪 就从被造的地位堕落了 然后第16题 就是我们上礼拜所开始考虑的 第16题 亚当初次犯罪 世人都 世人都和他一同堕落吗 既然亚当所犯的罪 使他和他一切的后裔落到罪恶之中 那么第16题就问这个问题 具体的问 到底是什么罪 亚当初次犯罪 世人都 世人都和他一同堕落吗 对不起 第45题就是告诉我们是哪一个罪 就是他吃的禁果 那么亚当吃的禁果 使他和他一切的 第16题就是在问这个问题 亚当对 没有错 亚当犯了罪 以至于 对不起 他犯罪 而 因为根据神 所跟他讲的 在《创世纪》二章第17节里面 神说你吃的禁果的 那个日子 如果你吃禁果 你必定会在那个时候 那日你必定死 那么既然 亚当 因为吃了禁果 所以他死了 那么 第16题所面对的问题就是 是不是亚当所犯的罪 只有影响到他自己 或是他自己跟他的太太 因为他们两个都一起吃的禁果 亚当犯的罪 是否是唯独影响到他自己 还是亚当所犯的罪 跟他的后裔有关系 我们再念一次 第16题 亚当初次犯罪 世人都和他一同堕落吗 是不是 只有影响到他自己 还是他犯的罪 也不只是包括他自己 也是影响到他其他的人 那么这个答案 神和亚当立的约 就是说 我们以前说的这个 生命之约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名称 就是功劳之约 神和亚当立的约 不是单为亚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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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为他的后裔 所以凡从亚当按常立 而生的人都在亚当初次的过犯 都在亚当初次的过犯中和他一同犯了罪 一同堕落了 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第十六题的答案中 所要讨论的就是分辨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信仰的一个教义 中国人常常碰到他们 提到宗教信仰 所有宗教都一样都劝人为善 那么第十六题的答案里面 有具体的告诉我们 有什么事情 是不是是否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信仰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可能基督教的教导 比较清楚一点 还是比较有帮助 还是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信仰 是根本不一样 那么当然 那么一个宗教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信仰 有一些大同小异的方面 但是我们所问的问题 是这样的问题 基督教 而且这就在第十六题的答案里面 清楚的教导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信仰的差别 在乎程度 还是在乎种类 那么第十六题的答案里面 清楚的告诉我们 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信仰的差别 在乎种类 而不是在乎程度 那么表示说 基督教怎样描述神 神是怎样的神 描述人解释人是怎样的 这个世界怎么来的等等 基督教的答案跟其他宗教信仰的答案 歌唱的尼提尼和一切离觉灵邦居民 归附神律法的 就是在这里 一个基督徒 根据这处经文 一个基督徒是怎样的人 他是一些 他是离觉灵邦居民的人 归附神的 归附神律法的 那么这处经文是非常的关键 我是美国人 所以我常常提到一些方面 美国人或者是我们的文化 在哪一些方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证明我们已经离开了神 我们已经开始效仿这个世界 因为基督徒是已经 离开了 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世界 为了顺服神 那么中国人也是如此 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 我们本来还没有重生的 就以前 我们是爱这个世界 我们看一下那个 约翰一书第二章 第十五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我们还没有得救 重生得救以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爱世界的人 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我们是属这个世界的 属肉体的等于是属这个世界 属于这个世界的 世界的观念 的观点 雅各书第四章 第四节 你们这 你们这些疑乱的人 岂不知 与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那么中国文化 中国的世界 可以这样讲 中国文化坚定的相信 确实的相信 所有的 而且我们常常听 只要你提到中向信仰 你几乎都 都会听到这样子的 反应 他们说 宗教都一样 都全人为散 我 听过这句话 差不多 成千上万的 那么 要你问答 第十六题 清楚的教导 我们这个观念 根据要你问答的 清楚的教导 这个观念 是完全错误的 怎么说呢 因为 第十六题 所问的问题 是非常聪明的 有智慧的 因为他问的问题 等于是说 我再念一次 第十六题 要你问答的意思 亚当初次犯罪 世人都和他一同堕落吗 意思是说 亚当所犯的罪 是不是 仅仅影响到他自己 他自己受 他所犯的罪的 的结果的后果 还是 亚当所犯的罪 同样也影响到 他一切的后裔 因为 如果答案是 第一个 他只有 他犯的罪 他自己要 犯的 他自己要 付代价 还是 他当 亚当犯罪的时候 他所犯的罪 同样跟其他的人 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很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 假设 亚当所犯的罪 只有影响到他自己 他自己要担当 他所犯的罪的后果 那么 这些中国人 告诉我们 说 宗教都一样 都全人为善 这是对的嘛 全人为善 因为每一个人 亚当没有代表我们 他所犯的罪 没有影响到我们 所以每一个人 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等于是 另一个亚当 我们是 自生自灭的 我们有 所谓的 自由意志 根据 这个答案 一个人 生来 是好的 是善良的 但 当他进入社会之后 我也听过这个 很多次 在中国 听过这个观念 一个人 生来是善良的 但是 他进入社会之后 就受到 社会很坏的影响 他就变坏了 那么 但是 如果我们的答案 对这个问题 就是说 亚当犯的罪 有没有影响到 是不是 只有他自己 要担当 那个后果 还是 他的罪 影响到其他的人 如果是第二个 那么 福音的信息 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一下 诗篇 第58篇 第三节 二人一出母胎 就以神疏远 一离母妇便走错路 说谎话 那么 诗篇第58篇的 经文的这个交道 跟 药力文章 第16题的答案 是一模一样的 神和亚当 立的约 不是单 为他自己 也是为他的后裔 所以 凡从亚当 按常立而生的人 人 都在 亚当初次的 过犯中 和他 一同 犯了罪 一同做了 那么 如果 这是我们的答案 这是准确的答案 那 我们就 不能 继续说 宗教 都一样的 全能为三 你 全能做好事 要做好事 就好了 不要犯罪就好了 如果 药力文章第16题 的答案是对的 是属于圣经的 是很准确的描述 我们天天所看到的 请注意到 这一点 我们天天在社会上 所看到的东西 哪一个答案是对的 如果 亚当所犯的罪 不是 单单 影响到他自己 还是 影响到他所有的后裔 那么 事实上 他的后裔跟他 一同 死了 那么 我们不能 劝然 不能要求 劝为三 会解决什么问题 因为 既然 亚当的后裔 跟他一同 死了在鼠林上 他是死的 那么我劝他 为善 是 没有用的 因为他们 对于行善 我们要强调这点 他们对于行善 是死的 他们没有办法行善 没有知识行善 有 失之 啊 没有知识行善 łat 这是人生来 升 在这个世界上 啊 生bn różnych一尔 升无端 啊 没有 知识行善 的 不能 行善 所以我们劝他为善是好用出的 这是耶利米书第四章 第二十二节文化书念的经文 是支持 要了一问答第十六题的答案 但是最关键的经文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亚当所犯的罪 是不是只有影响到他自己 还是影响到他所有的后裔 最关键的经文 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 第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再清楚也没有了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他一切的后裔 都跟他一同犯罪 当他那天就像神所跟他讲的 你吃了经过 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 当他吃了经过的时候 他一切的后裔 不但与他一同犯罪 也是与他一同死了 虽然这个也是很关键 虽然亚当那天 他的身体 以肉体来讲 他的身体没有死 但是既然神告诉他 他吃的日子必定死 一定是他的灵魂死了 那么什么叫做灵魂的死 身体的死 我想中国人可能明白这个 比西方人更清楚的明白 什么是身体的死 什么是肉体的死 肉体的死就是我们的灵嘛 中国人知道一个人死了 以后 他的灵会怎么样 怎么样 我不是搞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深信 我知道 中国人这方面很明白 一个人的身体死了 他什么叫做身体的死 身体死就是 你的灵魂 你的灵 离开了 你的身体 我们美国人英文 我们常常说 He's gone 意思就是说 他一个人死了 He's gone 意思是说 他离开了 他走了 什么意思 真正的他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他 真正的他 不是他的那个 那个壳嘛 我们的身体 就变成一个尸体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死以前 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身体 是我们的壳 但是我们本身不是身体 我们拥有身体 真正的我 是我们的灵魂 那么这就是身体的死 肉体的死 那么什么叫做灵魂 就像身体的死 是跟那个 离开隔绝 有很清楚的 很关键的 意思 跟隔绝 你的身体的死 肉体的死 你的灵 离开了你的身体 那么灵魂的死 也是如此 也是分开 隔绝 离开 灵魂的死 就是人的灵魂 离开了神 我们本来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亚当下火 跟他一同 交通 喝尔为 但是灵魂的死 就是 刚好是 我们的灵魂 与生 我们看 以撒亚书第五十九章 以撒亚书五十九章 第二 结诞 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生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 掩面 不听你们 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生隔绝 灵魂的死 就是 人的亚当 当亚当 是进国的时候 他的灵魂 与生 我们立刻就与生隔绝了 不再能够跟神交通 不再跟神合尔为 有智慧 行恶 没有知识行善 就是这个光景 行恶 就是做神 禁止我们要 禁止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做 他所禁止我们要 禁止我们做的事情 那我们所应该做的 神所吩咐 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反而不行 这个就是 灵魂的死 与生隔绝 与生的命令 反对抵挡神 抵挡神的命令 把他当做 把上帝当做 一个煞风景的神 这是与生隔绝 这就是人生 明显 明显 人 向来传福音 传那个 十节太奇妙 第一节到 第十节 第一节到 第四节 是告诉我们 如何爱 我们的创造者 第五节到 第十节 教导我们 听说的教导 怎么样 爱人如己 怎么样 对待人 就像我们 希望 人家会对待 我们那样 难道有人 可以责备 这个文件 不可能的事情 太完美了 但是人不想听了 是因为 与生隔绝了 那么这样看来 话说回来 亚当犯罪的时候 我们根据 圣经清楚的教导 我们与他一同犯了罪 与他一同死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 继续解释 第十六题的答案 第十六题的答案 间接的 告诉我们 圆罪跟本罪 彼此的差别 有圆罪 还有本罪 那什么叫做圆罪 什么叫做本罪 圆罪就是我们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圆罪是我们在亚当里面 所犯的罪 亚当是我们的代表 所以当他死的时候 我们跟他一同死了 这是圆罪 那么我们要强调的是 圆罪跟行为 没有关联 没有关系 他所指的 圆罪所指的不是行为 而是本性 所以我们称他为罪系 圆罪 叫做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罪系 那么奥古斯丁教导 人在 就是说亚当还没有 堕落之前 人 也就是他自己 跟罪恶彼此的关系 是能够犯罪 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把他摆在这个光景里面 什么光景里面呢 就是说 他有 自由 可以顺服神 他也有 不顺服神的自由 他有 这个 反罪 抵挡神的能力 他有这个 自由的选择 所以亚当还没有 堕落之前 与罪恶彼此的关系 就是能够犯罪 但当亚当 犯了罪以后 他跟罪恶彼此的关系 就变成不能不犯罪 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那么既然我们每一个人 在亚当里面 亚当代表我们每一个人 那么人现在出生在世界上 也就是在同样的光景里面 我们生来是不能不犯罪的人 那么这个光景 也就是说不能不犯罪的光景 叫做原罪 那么 在这个光景中 人在这个光景中 他所行出来的 罪行的 罪恶的行为 叫做 本罪 那么 原罪跟本罪 彼此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不能太强调这点 因为如果一个人 因为他犯过很多的罪 他做过很多 他不杀所不该做的事情 因此 我们就 把他当作是一个坏蛋 这是一回事 但 如果我们说 一个人的 的罪恶 一个人所做的 很多的坏事 不是使他成为 一个坏人 而是 表示 他本来就是 怎样的人 那就是 另外一回事 那么 海德宝 信经这方面 有很大的帮助 在最前面的地方 海德宝 信经就提到 基督徒 说 得了一个人成为基督徒 所以得到 很大的安慰 那接下来问说 一个人需要 需要知道 几件事情 为了得到 这个 生 在生 或死当中 得到这个安慰 他需要知道 几件事情 第一 他所提到的 为了得安慰 一个人需要知道 他的罪恶 和悲惨 是 多大的 这是 非常的关键 就像中国人 常常说 对症下药 如果你 如果你感到不舒服 你去看病 而 你去看 医生的时候 想知道 医生的判断 你问他说 到底是不是 我的胰臟 还是我的肝 我的心脏 还是我的胃 后来发现 医生跟你讲 就是你的胃病 你是不是 马上就 谢谢你 我可以回家去了 不可能的事情 你会继续问医生 说 这个胃病 是否是我 吃的东西 还是更严重的 我可以吃药 而解决问题 这个 病 需不需要开刀 我是否得了胃癌 我得了胃癌 多严重 这个胃癌 这个癌症 是不是扩散了 那么 既然在肉体 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这样 那在灵魂上 这是更关键的 更重要的 到底 我的罪恶 是多严重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 得安慰 我是否 只要 做一个决定 信个耶稣 决志 就好了 是这样的吗 罗马书第六章 第23节 说 世人都犯了罪 会缺了 神的荣耀 罪的公教 是死 那么 我因为犯罪 而算是罪人 还是因为 我是个罪人 所以我犯罪 到底是 哪一个 那么 基本上 一般的中文人都说 因为一个人犯罪 所以 他是个罪人 所以 他们就 劝他 为善 但 这不是圣经的交捞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 关于做好人的标准 就是他的实践 实践 具体的交捞 我们如何爱神 和爱人 如己 那么圣经清楚的交捞 既然我们在亚当里面 与神隔绝 我们不再 能够 遵守 神的实践 而生来 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相恨的人 我们生来是恨神 以及恨我们的灵色 那么我们下一次 要继续谈 这个罪恶的问题 而最重要的 就是 就像海德堡 信经所说的 在 我们的罪中 如何 得 安慰 阿们